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,响起来了一阵阵的掌声,而赢得这片掌声的是来自南丹赛场,上的一场绝地大逆转。 对战双方分别是来自国乒的15岁小将向鹏,另一个则是孔令轩,这场强者之间的决斗相当的精彩,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。 精彩的瞬间在于这位15岁的国乒小将在面对开局不利,连连惨败一比三落后的局面,依然坚信自己能行,并抱着不服输的顽强态度。 看到他这样让小编想到当年的拼命三郎马林,不也是如此? 向鹏面对连输两场的败局,在很多人看来其实算是接近没救了,就一死局,此时的他果敢采用新战术,一搏来换取转机。 最终在1比3比方的绝境中,逆转乾坤连赢对手孔令轩两局,把比方追至3比3平,这两局追得不容易啊。 此时的向鹏技士尚可说是爆棚咯,孔令轩一时也没能稳住局面,最后被这位国乒不服输的小将,向鹏以4比3比方战胜了。 下面跟随小编一起走进这场比赛,他们之间比赛是发生在南丹正赛的第二轮中,小将向鹏在开局因经验不足,再加上面对这样国内高手,云居的赛事或多或少有些怯场,所以一上有些自乱阵脚了。 首局一上来本该实力雄厚,一些对向鹏占据优势才对,可是竟被对手17到19先丢了一局,第二局,向鹏或多或少尝试改变自己的状态,取到了一些成功15比13扳回一局,可是,在接下去的第三局与第四局比方,15比11,9比11,连输两局,这样子下来就直接导致总分1比3落后太多。 不过向鹏也不是吃素的,他即使醒悟,知道这已经是比赛了,还是地狱集赛是全景赛,时刻地虚的保持清醒,不然世界冠军进来说输,也是马上输的,在接下去的两局,不服输的向鹏大刀破斧大胆改变战术,最终在第五局与第六局,向鹏11比5,11比8比方暂停对手,面对总分原是1比3的死局,他竟然逆转了。 引起了一阵阵的掌声欢呼,第七局的向鹏戏势上已经是抱鹏满满了,孔令轩也没能稳住局面,7比9时候,让向鹏连下了4分,11比9向鹏胜利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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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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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